城西地下铁恐攻事件发生于1996年4月21日 是由一个叫做Om Shinrikyo的组织发动的 这个组织是由一位叫做松本之金夫的领导者创立的 他们追求着纯粹世界的理想 当时城西地下铁的车厢里坐满了上班族和学生 突然一群组织成员在车厢中散布了一种叫做二氧化氯的毒气 这种毒气是一种有毒气体会使人们喘不过气来 甚至会导致死亡恐怖袭击造成了14人死亡 60多人受重伤数百人受轻伤 当时的医院和救护车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没有足够的医疗人员和设备来处理伤者 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为了追求纯粹世界而不择手段的组织成员 以及在恐慌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的平民们 这群组织成员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 不过他人的生命和幸福最终陷入绝望和孤独 而在事件中受害的平民们则经历了创伤和恢复的过程 在经历恐慌后 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危机中持续生存并重建生活 在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 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在不久后逮捕了组织 领导者松本志金夫和其他成员 随后在审判中他们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起事件对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他提醒了人民要小心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 并敦促社会各界加强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打击 整个故事就是一部小说 但却是令人不寒而栗 事件中的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信念 不惜牺牲无辜的生命成为了社会的敌人 事件结束后 人们终于意识到真正价值 并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加和平 记者 明白 感谢观看